王欣凌随唐话新登场 听到这熟悉的音乐就知道又要弹山根了 事情是这样子的 王欣凌昨天出席肖邦表的记者会 我们发现他好像又不太一样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欣凌 前阵子一直都在拍戏 然后跟大家好久不见 有这么久没见吗 怎么这次再见到欣凌 有碎荡荡的随唐feel 这怎么回事 难道姚圆浩有本事 让应届与毕业的女友全都规格化吗 怎么不心疼 怎么会发生 我们两个人快变成陌生人 那你讨厌的 那变漂亮也不行啊 心灵曾对整形传闻 借撒娇耍赖来撇清 但简实他十年来的模样确实大变 他二十岁时鼻梁的起点 是跟眼头看齐的哦 但上个月为31岁庆生时 若把他的眼头们连成一条线 有山根明显暴冲 T字部位成了十字架呢 还有啊你这样远看 是不是也有elvalization的趋势呢 可见的是啊 王兴玲2003年撞脸就撞过elva 粗死鸡 2004年的他指九令化 还记得他处在九令复制人的阶段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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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到后来有时候看起来 还像蔡妈妈黄春梅女士 没有是要成什么青桃 的确你不用澄清 宫里自在人心 只是跟范直伟交往时 山根还在地表下 跟姚云浩交往 山根就汉地拔从般轻巧隆起 哎呦 真应该已属于神秘学的领域 不好参图呢 但百无聊赖的 我们还是得去问问原外 而不得更正去问问元炮咯 就会不会觉得心灵每年 长得都不太一样啊 没有啊 都一样啊 苹果娱乐online 没有啊 都一样啊 报导